江城和精灵已于昨日回云梦和蓝陵 四追和锦仪在确保魏武县安然无恙后 也已经离开 留在西凉的就只剩下望线二人 魏武县有剑伤在身 在客栈里整整躺了半个月 皇帝皇后及朝阳公主多次派人慰问 魏武县开始还美滋滋的 心安理得做个病好 享受被人照顾的感觉 可探病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朝廷官员 还有民间的组织 魏武县头都大了 在榻上抱头打滚 蓝湛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点建商能奈我何 信不信我还可以再打三百个回合 蓝旺基警告他不许乱动 他才没有从榻上滚下来 这点建商确实只是皮外伤 问题在于箭头有异毒 皇宫派了医术最精湛的一批御医 给他驱毒 才使他脱离危险 所以这半个月里 他就只能躺在榻上 聆听外界的声音 朝阳公主被立为皇位继承人 两年之后举行加冕大典 公主亲自来客栈看望她 把掉落在朝堂的陈情 给她送了过来 她在一夜之间长大 再也不是天真无邪的公主 而是一个肩负家国责任的未来女王 她低头不语的模样是那样熟悉 让魏无羡险险些脱口而出师姐 不知她这一生的命运 是否比上一世幸运 魏无羡开始很确定 一定会比前世好 可是现在她又不确定了 她不知道灵珠和凤凰 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她唯一能确定的是 自己会亲近一生 护她周全 她终于拥有了不需要走独木桥 也能保护想保护的人的能力 江城和精灵亦如此 所以师姐此生 应该会比前世幸运吧 她还了解到 在这场动乱中 涌现了一批治过安邦的人才 有几个官员和新科进士表现突出 临危不惧 为夺位之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尤其是榜眼杨轩 文人谦逊又刚强中正 策反了不少安亲王一方的大臣 夺敌事变之后 她又协助皇帝 以最快的速度重整了秩序 不过才半个月 京城已经恢复往日的繁华 仿佛那场夺位之战没发生过 皇帝目前最器重的人 除了状元魏无羡 就是榜眼杨轩了 鉴于魏无羡已被百姓 及官员们鉴定为神仙下凡 此时又带伤载身 所以皇帝真正重用的人 是榜眼 朝廷官员见风识舵 暗暗猜测 皇帝陛下会不会将公主 嫁给杨轩呢 状元和事大天下 榜眼和事守江山 魏无羡对命运的安排 心服口服 杨轩不就是金子轩吗 与师姐再许前缘 再秒不过 在御医解除她的病好身份后 她迫不及待 拉着蓝忘机上街去了 这半个月 简直把她憋坏了 最好在西凉游历一圈 宰姑苏 把之前欠的都补回来 蓝忘机没有拒绝 两人本来就无所事实 游历人间也好 这是另一种归隐的生活 西凉商业发达 金城每一条街 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小商小贩们高声吆喝 十分热闹 蓝湛 这么多人摆摊卖商品 貌似比咱们刚到时还要繁华 不如在这里买间宅子吧 每年来这里度假一次 魏无羡笑嘻嘻提议道 皇帝陛下已经赐她豪宅 可她不想要 因为不自由 住自己的房子才自由 蓝忘机道 好 魏无羡踢踢踢踢踢走到最热闹的一个摊前 原来是一位女子买胭脂水粉 她拿起一个管状的东西 十分惊奇地左看右看 女子笑道 公子 要给新上人买口红吗 我这里的口红 是整个西凉买得最好的 各种颜色都有 想要哪个 原来这叫口红 西凉的商业果然发达 魏无羡心想 听到女子说心上人 她窃笑着飘向蓝忘机 女子给她做了一番详细介绍后 她走回蓝忘机身边 蓝湛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也摆个地摊买东西吧 卖口红 她得意地举了几手周的口红 女子刚才告诉她 卖一个月的口红 就可以赚到一栋豪宅的钱 她心动了 伊林老鼠要自己赚钱买豪宅 以前是蓝湛养她 以后得她来养蓝湛 蓝忘机表示疑惑 这是女子用的口红 擦在嘴上的 口红 对啊 我今天才知道 口红有这么多颜色 光红色就有西瓜红 豆沙红 诶你什么眼神 怎么 男人不可以卖口红 瞧你这想法 嗖的 我跟你说 卖口红可赚钱了 比温宁的小店还赚钱 咱们这不打算买宅子吗 这钱我来出 当朝状元摆摊卖口红 怎么着也是个爆炸性新闻吧 我有那么多女粉丝 不用一个月 半个月就可以赚到一栋豪宅 魏无羡雄心万丈地拍着胸脯道 蓝忘机无言以对 不过 一定老祖想干的事 没有人可以阻止 韩光君也不行 所以蓝忘机只得陪他去进货 满满一乾坤袋的口红 几乎要摆满整个衣柜 魏无羡拿出制作辅咒的镜头 兴致勃勃研究他的口红 蓝忘机的作息一向规律 见他如此 也就懒得管他 蓝忘机第二天醒来 看到房间里五颜六色的 被子 窗帘 被涂上了各种颜色的口红 某人正靠着床榻打瞌睡呢 蓝忘机摇摇头 把他抱上榻 他在蓝忘机胸口蹭了蹭 忽然醒了 蓝战 什么时辰了 他们得赶早去摆摊 去晚了就没位置了 魏无羡低估着睁开眼睛 还没忘记他的地摊事业呢 蓝忘机按住他 不急 先吃早饭 他呕了一声 仰起头 要蓝忘机给他洗脸 盯着蓝忘机看了好一会儿 呼得仰天大笑 笑上起不接下起 蓝忘机不解道 你笑什么 哈哈 蓝战 果然豆沙红最合适你 没想到你是这样 国色天香的寒光精 哈哈 魏无羡艰难地 扯出铜镜给他看 几乎要笑破肚皮 只见镜子里的蓝忘机 被抹上了口红 高挺的鼻梁 白皙的肤色 配上这妖孽般的口红 美得惊心动魄 不用说 肯定是魏无羡 趁着蓝忘机熟睡时 给他抹上的 蓝忘机沉着脸 推开镜子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叫蓝婉君了 果然是婉君 来 给爷笑一个 蓝忘机穿着下巴 眨把眼睛倒 另一只手 唯恐天下不乱地 勾起蓝忘机的下巴 蓝忘机抓住他的手指 一字一句道 你要为你的话负责任 什么 魏无羡假装没听懂 你要我对你负责任 放心 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 哎 蓝湛 你是狗吗 干嘛到处咬人 不玩了 不玩了 我不玩了 魏无羡的脸上 脖子上全是口红印 白色的中医 也未能幸免 更惨不忍睹的是 他的下巴 被咬出血来了 肿得老高 蓝湛 韩光君 你怎么这么蛮横 终于品尝到了 自己酿下的苦果 未由现撑起 三色的胳膊 坐起来 蓝忘机居高临下 看着他 并不理会他的话 而是学着他的动作 伸手挑起他的下巴 你怎么不笑了 来 笑一个 魏无羡 同样的一句话 魏无羡说起来 像只调皮的猫 蓝湛说起来 像只危险的老虎 幸好他爱的不是女子 不然哪个女子受得了 魏无羡像被试了定身术一般 浑身酥软 动弹不得 带他们去摆摊时 已是中午 哪里还有他们的位置 魏前辈 你神神吧 还摆什么地摊 你天生就不是赚钱的料 这边